Hello 各位姐们 我是满翠主宝的主播小梁 今天咱们来了解一下天然翡翠的鉴定特征 第一就是它的纤维胶织结构 只要是天然的翡翠 它必须具备有纤维胶织结构 只是这种结构是不是明显 肉眼可见 即使是玻璃种的翡翠 我们在放大镜下 依然可以看见它的纤维胶织结构 第二种就是翠杏 我们也叫它苍蝇翅 就是它的一个结晶的一个反光 这个也是所有天然翡翠 必须具备的特征特性 第三种就是次生色的色调 天然的翡翠在形成的过程中 以及后期的地质作用 还有它的搬运过程中 难免会发生一些氧化作用 比如说铁元素的后期侵染 或者说是铁猛的后期侵染 它会导致翡翠会有次生色的色调产出 多数以黄色调到综合色色调为主 这种色调是非常普遍 而且也是天然的A过翡翠 这一个重要的鉴定特征 好了 各位姐们 今天小刘就给你们播到这里了 下期咱们再见哟